嗨,大家好,我是大喜妈妈 今天推荐一款利用交叉针形成的菱形块 是合枝休闲毛衣 花样40针,28行是一个完整的花形 片枝为了两边对称,要再加两针 好,下面我演示这个花样的具体制法 第一行正面行排花 我没有加边针 这是两个上针在这儿 这边两个上针,这边两个上针 如果要是缝合的话呢,正好就去掉了 还是两个上针相对 好,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只一个上针 好,然后再织两下 右上两针的交叉 一二三四针 然后把一二针放在上面 先织三四针 这就是右上两针的交叉 一共要织三个右上两针的交叉 好,再来一个 就这样就交叉 这样就交叉过来了 这样就交叉过来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好,织完三个右上两针的交叉以后 再织一个做上两针的交叉 就这样来织 这是左上两针的交叉 好,织完以后 再织两上 现在就织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呢,再织这边 这边和这边正好是相对的 它是对称的 所以呢,就先织一个 右上两针的交叉 再织三个左上两针的交叉 再织三个左上两针的交叉 这是三个左上两针交叉的第一个 好,第二个 因为一共就两针 不需要这个扭麻花针 要是有扭麻花针呢 就有点太复杂了 好,再来一个 好,织了三个左上两针的交叉以后 织两个下针 再织两个上针 这两个上针就是两边对称所需要的针 如果这个花样要是圈织的话 就没有必要再加这两针 就直接是起四十的倍数 这样织就行了 好,这是第一行正面行 第二行反面行 反面行始终是这种织法 两下 这些地方呢,全是织上针 十八个上针 好,十八个上针织完以后 再织两下 再织十八个上针 好,再织两下 一直就是这样来织的 在后面反面行都是这样织 所以呢,我就不再演示反面行的织法 我只演示正面行 也就是单数行的织法 好,我把这个图结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这个图结 这个符号就是右上两针的交叉 这个呢,就是左上两针的交叉 它很有规律 你看这是三个右上两针的交叉 到了第三行呢 它还是三个右上两针的交叉 一个左上两针的交叉 只是呢,这两针下针位置变了 第一行是在这个地方 是两个下针 然后到了第三行呢 它就放到后面来了 所以呢,它这个规律特别好找 都是这样来的 你看了吗 这两个下针在这 到下一行呢,就在这 反面行呢,就是是什么针 你就知什么针就行了 这一边和它是对称的 和这一边是对称的 在这边呢,是最后指 左上两针的交叉 到了左边呢,就是先指 右上两针的交叉 再指左上两针的交叉 这个图结就这样看 你就明白了 它用这个不同的颜色 来区分右上两针的交叉 和左上两针的交叉 红色的部分呢 就是右上两针的交叉 没有颜色的这个呢 就是左上两针的交叉 特别有规律 如果你感觉这样看 还不好看呢 我就把这个呢 做了一个口诀 就我在这里面写的这个右上 就是右上两针的交叉 都是直下针 左上呢,就是左上两针的交叉 比方说第一行 是两个上针 两个下针 然后右上两针的交叉 要直三个 乘以三呢 就是直三个 再直一个左上两针的交叉 就这样来看 然后再直两个上针 再直一个右上两针的交叉 再直三个左上两针的交叉 再直两下 最后边我额外加的这两针呢 我没有在里面写上 因为这一个呢 是一个完整的符号 就是完整的图结 如果你要是圈织的话呢 那就从头再这样来织就可以了 这是我把它做了一个口诀 好像这样呢 你织一遍以后 你都可以不用再看了 但是在织的时候呢 这样好像更清晰一些 好你可以截屏 好现在我们来织第三行 你看第三行呢 就是先织两个上针 右上两针的交叉 织三个 织一个左上两针的交叉 再织两下 再织两下 两上两下 右上两针的交叉 一个 左上两针交叉 三个 这样来看呢 就比较好织 现在开始 两上 右上两针的交叉 织三个 这是第三行 织花样呢 都是在正面行来织 好就这样 再织两个 织下一个花形来以后 你就能够找到规律了 第三个 右上两针的交叉 好 再织一个 左上两针的交叉 再织两下 好 第三行的左边 先织两个上针 和它对称的呢 它就是先织两下 然后再织一个 右上两针的交叉 再织三个 左上两针的交叉 第二个 左上两针的交叉 好 第三个 然后 这两针是额外加的两针 在图解里面 就是这个口诀里面 我没有加这两针 你要是圈直的话 循环往下这么直就行了 片直呢 也只是在最边下 就最左边再加这两针 它两边是为了对称的 好 第三行就这样织 第四行和第二行是一样的织法 也就是 是什么针就织什么针就可以了 这个花样 我在演示的时候呢 我不准备全都演示完 因为它没有别的复杂的针法 你就按照它的图解来织就可以了 这个图解 很清楚 照着它织就可以了 如果你感觉这个也不好看的话呢 那你就截屏 看这个图解 我再演示一遍这个第五行的织法 剩下的呢 我就不再演示了 好 第五行 两上 两下 右上两针的交叉 一共要织两个右上两针的交叉 再织左上两针的交叉 织两个 第二个 好 右边就完成了 中间呢 织两个上针 这边的呢 就织右上两针的交叉 织两个 好 第一个完成 第二个 可以先把针这样插进来 再松掉 直接穿这两个就可以了 两个右上两针的交叉完成 再织两个 左上两针的交叉 第二个 左上两针的交叉 同样和这边一样 再织两个下针 好 额外加了两针 织两个上针 就这样来织 织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你到时候呢 织的过程当中就会有规律了 慢慢的就是先往这边斜 这个呢 逐渐的就没有了 这边斜完了 这边在斜的过程当中没有了 那这个就开始往这斜 就是老是这样斜着走 这边同样都是这样斜着走 规律特别好找 这么一组花织完以后 你就会找到规律了 图解就可以不看了 好 这个花形呢 因为重复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呢 我就不再往下演示了 照着图解织就可以了 好 你喜欢这个花形吗 喜欢你就收藏吧